2019年的夏天 他大小一路全面绽放 霸腾鼠七道 不仅烈火英雄和沉默的证人两部电影 拿下累计票房18亿的好成绩 他主演的电视剧 亲爱的热爱的 更是收视国贯 话题破译 从同心到90后演技派代表 他一路保持着对表演的真挚与热忱 不断自我磨练 蜕变成为实力演员 康家 阿菲亚 2020爱奇艺尖叫之夜 尖叫单元 尖叫女神杨子 杨子 不要 掌声恭喜杨子 我没有看错吧 温柴的 你先要自己来解释一下 杨子是长高了感觉 对 等我们说说吧 好吧 你得给我们说这背后的故事 杨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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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杨子老师今天有事儿 然后他拜托我过来帮他来领这个奖 那我到今天晚上一会儿也会和这个奖杯合影 我们一起会和这个荣誉和荣誉纪念品来合影 对对对然后到时候会告诉他我帮他领了这个奖这件事情 谢谢 谢谢爱琴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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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现在不能咱们就走了 尖叫环节应该出现这样的场面 好 所以要请 各位博士继续来揭晓下一个荣誉了吗 我先教他一下下一句话应该说什么 请看大屏幕 从和神作者友到让神韩商严 2019他第一次成名 用精彩的演绎语诠释了为青春 为梦想 为热爱 勇敢扶猬的韩商严 成为让全民兼兆的国民现男友 他始终各种演员的信念 以席卷全国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